方陈氏CP官宣分手时,很多网友为他们悲伤,特别是看了那个赛季的节目,一直很喜欢他们的粉丝非常遗憾,但是很遗憾大家也尊重他们的选择,希望两个人今后也能好好地生活。 当网友讨论方陈氏的离别变得体面时,翻转意外地来了,陈思明因官宣分手时哭泣,一些网友指责他太无情对方还爱着他,方斌寒也被粉丝们曝光了,他听了太多陈思明的承诺。 但没看到对方有什么实质性的计划,网络上的信息显示,陈思明似乎辞去了之前的工作,重新找了份新工作果然是金融业,就在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着的时候,陈思明突然做出了一个动态,吓了吃香瓜的大人们一跳,陈思明透露自己被方斌寒背叛,以及分手的真正原因。 方斌寒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,但方便决定和他分手,分手时给群友的留言是陈思明一周前写的。 为了能正面解决这个问题,方斌寒修改了很多话,他一直拒绝官宣分手想冷处理,一直拖到新综艺结束后才被节目组织到。 方斌寒和洪诚一起录制了,他的新动周末新综艺节目,并正式播出,此时原以为两人与官宣分手是为了预热节目,但陈思明并不知道这件事。 陈思明说两人恋爱期间,对方曾多次提出分手也曾多次施加过冷暴力,从陈思明的聊天记录中,可以看出他一直是个谦虚的人,难道只是因为未来计划不一致而分手吗? 说实话关于这次分手的原因,我觉得大家都不能理解,陈思明可能也不能接受,在官宣的时候哭,方斌寒一直求他不要哭,却亲口宣布要和喜欢的人分手,有多少人能控制感情。 面对陈思明的爆料网友纷纷表示他太单纯,爱方斌寒可惜对方不再爱他了,方斌寒希望体面的结束,不希望他们的感情状况被曝光,但这一切似乎都是事实。 其实大部分的离别真的是不能像样的,毕竟两人曾经相爱过,今后有可能成为陌生人,对方斌寒来说陈思明的工作太普通了,而且他不想成为网红只是想好好工作。 另一方面与方斌寒不同的是短信让他关注,所以让他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提升,他本来就是网红,我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和他有同样的步伐,如果对方不能和他步调一致,我认为对方没有计划, 命中的上升在新的综艺中非常难看,网友表示他很尴尬要求节目组剪掉他的部分,明明是正式分手结果却如此不体面,如果方斌寒的目的落空,说不定就这样坠入神坛,从天花板到脚底绝对不是一件难事,这场闹剧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,经过心动似的闹剧节目组也应该明白,不培养网红应该是陌生人。